汇控00005和恒大03333两只残骨 都在这周出现报复式反弹 两者比较之下 汇控的直播率更差 原因是上升主要由中国平安02318增持所推动 加上有传汇控会以象征性一勾罗出售法国业务 并要求到贴至少5亿勾罗 约45亿港元 即使贴钱都要出售 值此减少营运亏损 不者今年都算见识到新事物 既出现负油价 又出现贴钱出售业务 证明资产价格不是最多跌至零 而是可以变成负数 汇控的问题是卡在中美之间 并且带有原罪 就是作为英资公司 本质上难以取得中国的信任 而且套用中国仇恨日本的逻辑 汇控的创始股东 都是参与鸦片贸易的洋行 被林则除在府门烧烟 不应该在中国强大之后 也在中国人的地方赚大钱 恒大的故事则更加特别 自从有一份疑似向广东省政府求救的文件被公开之后 呈现先跌后升的局面 后来股价可以回升 是因为有资金趁低吸纳 坊间有评论指出 当海航及安邦作为万亿规模的企业 最后都尝且不去营救 任由他们破产 曼达董事长曾经作为中国首富 回归A股失败之后 财富变焉烧云散 所以恒大作为区区的内房龙头 都是会任由破产事件发生 不过 有一点跟海航等公司不同 就是恒大作为上市公司 资讯比较透明 震撼程度会教私人企业大 而且件事闹大了 对老板和公司都安全 这个是死路之中唯一的活路 都要死马当活马医 而且内房股被救的往迹街 就算当年介绍业零一六三八 最后都完成债务重组 五年之后又是一条好看 成功进新千亿销售内房企业 故不者认为无需过分担心 更为直播的是债券 如果比票面值下跌两成 有足够的安全边际可以买入 因为在极端情况下 就算实行债务重组 都不应该有两成以上的折扬 以80为分界线有参考作用 至于10月的金融市场 无可避免大幅波动 原因是美国总统大选 开始进入白业化阶段 昨天经过第一场电视辩论 大部分人都觉得拜登的表现 较特朗普优胜 令股市出现下跌 按照目前的逻辑 似乎特朗普获胜会令股市上升 因为大家也相信特朗普如果落败 一定会上诉 为美国市场增加不明朗因素 而且当特朗普在选举中处于下风时 有机会增加中美之间军事对立的风险 尤其是中国南海10月有多场军演 随时有机会拆枪走火 要密切留意相关情况 倘有直接的军事冲突 股市可以快速滑落 近来有多个金融机构下调杠杆比率 而美国的交易所亦把隔日升跌幅由5% 调整至7% 显示大家有预备10月迎接极大波幅 故此在注码上要控制风险 黄金早前受到美会上升拖累 一度跌穿技术支持位 但是随着市场更关心风险 估计10月会有好表现 所以不妨继续持有 希望有机会重返每岗斯2000美元以上